这位朋友说他说您好 我想了解一下HSA和FSA之间的区别 这两个保险在今年2023年的这个免赔额度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真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讲是一个蛮专业的问题 我都没听说过 有 这个呢是怎么讲 它还是引申出来就是说鼓励你存一个钱 不必付税的缓税的用在医疗上面 好 刚刚我有提到说美国主流的我们讲说 搬的居民是不存钱的 他们在银行里的户头可能结余只有2200元 那完全不能够应付有任何的大的医疗账单嘛 没错 好 HSA呢也就是一个为了你的退休存款呢 其中的一个考量也就是让你来存钱 省钱然后储蓄 那这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Aira 我们刚刚说Aira是一个退休金嘛 你存你的退休金 那HSA呢也就是我们的形容是medical Aira 医疗的这个Aira 医疗的Aira 你用这个思维去想事情 那它是以医疗的预存你的医疗的费用 不要事到临头你说 因为我们华人都有一个缓冲的机制 就是我们可以跟爸爸妈妈借钱 他们这都不行 白人他们不会跟爸爸妈妈开口说 我需要一个周转金三万块 不会嘛 对不对 但我们华人呢相对来讲 对于HSA或者FSA呢 感觉上面会比较不太需要 因为我们有一个机制 可以跟爸爸妈妈会跟 或者我们会有一些存款 会有各个弟弟可以周转嘛 没错 那这个HSA呢 老实讲它的一个额度呢 是3850 你不到55岁 你可以最多放进去3850 超过了55岁呢 可以加1000元到4850 是一年4850 总共4850 一年 一年 那是存钱 对 那你预先存你的医疗费嘛 那这个万一得病的 或者是老实讲 保险公司跟政府 他们有个规范的 也不是说随便让你打开销 比如说你去买一个擦脸部的这个lotion 你手上的皮肤干去擦一个lotion 那你说这个我也用HSA的钱来付 可能不行 那就不行了 还是有规范的 比如说用来付你的住院费 你的门诊的小手术 这种的医疗之处 好那另外一个他说到的FSA 这个能不能简单吧 我们就发现什么区别 FSA呢是给在职场工作的职员 F呢 Flexible Flexible顾名思义就是弹性的意思 灵活的弹性的意思呢 他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都用过 你在美国公司上班呢 美国大公司主流公司 他们都会有提供FSA 也就是说你把某一个钱 预付预估你明年看病的钱 你把它放到一个账户里 开一个户 然后呢 你呢 会拿到一张Debit卡 扣钱的卡 然后比如说你放了1800 那你预估你看病可能明年会用到2200 你不要放满 你就放个1800 好那这个1800呢 就是缓税了 从你的收入里面扣掉 其实跟你刚刚说的那个Ira也是有点像的 有点像 然后呢 时报时销 你不是有个1800的金额吗 对那我没用掉它还真的留着 是不是 不行 所以刚刚我说 你预估是要用到2200 可是你先放个1800 那我如果没有用掉的话 那1800今年就作废了 没有了 所以你要想好 你要时报时销 那有的公司呢 我听说有的公司是到了你去请款的时候 他要你把它填个表 把它列出来你过去总共用的钱 好 那有的公司是给你一张debit卡 你就用这个debit卡去付 好的 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细聊了 最后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这两个之间的区别 然后2023年的免赔额度是多少 好 像刚刚我提到的是HSA是个人是3850 哦这就是免赔 55最下 那在FSA呢最高的个人是3050 OK一年的这个放进去的金额 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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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年大概多多少少少会改变 好那如果这个客人他想去买的话 这种找什么机构买 保险经济可以吗 还是 不是这个是FSA是经过雇主 哦雇主的他帮你有就有大公司 对他雇主他提供这个并且由雇主来管理 所以这个要开户 那HSA呢 HSA的话是你自己跟雇主之间的开户 比如说我补充一点 我有个亲戚他是替一个美国主流的大的保险公司工作 那保险公司不是每年到的年尾都会给你说 我们来检讨一下明年的健保计划 那他们本身不就是保险公司吗 那我看到我这个亲戚的保险的资料 羊羊傻傻大概12页吧 老实讲这个保险公司他们内部的资源 就是鼓励你去开这个HSA的账户 好的谢谢张先生 我们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那这样如果是HSA和FSA可以联系一下这个雇主 那真的有不懂的话 那我们就厚脸皮打给我们的天理保险就可以了 好最后的时间是1月31号 如果大家要加入保险的话更改计划的话 一定要打6265812581 找我们的张先生 谢谢你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武达